欢迎回来视频现场 昨天消息要告诉您 日本千叶线地牛大翻身 就在台湾时间 今天晚间七点五十二分 发生规模四点七地震 日本N3A的尽头捕捉到地震发生的瞬间 是猛烈的摇晃 那么千叶线侦测到四级 东京都横滨市是达到了三级 福岛线靖岗线则是一到二级 根据日本现象庭表示 镇央是位在千叶线西北部 镇源深度是七十公里 目前没有海啸的疑虑 交通方面千叶线有部分 私隐铁路是停止了 那么东海道新干线是暂停 这个暂停短暂的停止 目前已经恢复 至于JR东日本 以及关东地区的高速公路 是没有受到影响 各种暂停下的路面